大家好,火快咪講這些,2020年2月19日,今天是在家工作,所以整理得這麼正 今天講三件事,第一在家工作的好處,第二就是有些人說,如果惹了武漢肺炎 有個長期的病患,對我們的醫療保險、續保等等有沒有影響呢? 第三就是,我們為什麼會說,這個武漢肺炎會持續下去呢?這個病毒株是不是會一直在人類的世界裡持續呢? 我們會講一下這件事 第一部分,我們先講一下,今天整理得這麼正,因為早上已經開了兩個會 我們做這個保險,其實經常要見客,見客是我們的工作一部分 但因為我們見人見得多,大家都有點擔心,會不會這個人自己沒事,見你多精靈 不過你之前之後,會見到一些人,如果他們又有跟其他的病患者有緊密接觸的話 會不會你們成為一個超級大滾者呢? 好坦白說,我們不會的,因為我們的命和這條命一樣 在這段時間,我們公司也都很好幫忙,我們用很多不同的軟件等等 是完成了我們大部分的開會任務,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盡量減少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們有機會見到這個保險的從業員,其實他們本身在家工作的時間 比起任何其他人都是多的 所以你見他們受到交叉感染的機會,可能比你見其他朋友住在銀行 其他地方工作,人口囚物地方,工廠區那些,重要低都不頂的 加上這段時間,我們公司所有辦公室都採取嚴密的防控措施 對於所有有病徵或是曾經在大陸出現過的同事或是賓客 我們都是嚴格地避免交叉感染的 現在說,大家最擔心他會死,因為這是有死亡的個案 但原來98%的人不會死,不過有三成是會引致肺纖維化 肺纖維化即是肺活量等等是會永久地受損的 這個情況下,萬一我真的染了這個病,今天或以後 染了之後,如果做了一次理賠 會不會影響我的逐保權益或者是保費呢 今天要很重要講講這個問題 無論這個病是傳染病或是其他的來源 如果這個病本身需要重複理賠的話 醫療保險是可以重複理賠的 我們買保險,首先要確定買的醫療保險是哪一類 每一次我們買保險,第一件事一定要核保 提供自己的健康情報 即是要做一個問卷 然後會透過核保,然後就會出一張保單給你 如果是標準的條款的話 即是你和其他所有人都是標準的規格 並沒有任何特別附加的條件 那就OK了,這個就是標準的規格 也有些朋友,如果他健康之前有問題的時候 保險公司可能會附加條件 例如說不保某件事 譬如說我自己本身濃了 一向我都不太聽別人說話,我濃的 當然耳朵濃,要入醫院這個問題 自然會是禁,所以是豁免了 豁免了保險公司的責任 通常交保費就是超重 經常發生 BMI已經超過三十幾了,快四十五罪了 很明顯是超重 超重其實本身不是一個病 超重不是一個病 但超重會帶來很多健康的問題 這個大家都知道,亦大家同意 這是一個統計上的關係 所以保險公司有足夠理由 亦都是令到其他身體健康的朋友 亦都感覺到比較公平 超重的客人是需要給多些保費的 所以所謂的保險公司 再次就是這個核保 既然要給一個特別條款這件事 只會出現一次 這個是長期業務的特點 長期業務就是說我申請了的時候 會核保一次 那時候核保完之後 保險公司就不可以 亦不可以回手再核保 除非你中間斷那單 那什麼叫長期業務呢 我們買的人壽保險 定期人壽保險 危疾保險 以及在人壽保險 附加合約裏面的醫療保險 都是屬於長期保險的 長期業務 這些全部都屬於長期業務 意思就是說只會核保一次 跟著發生什麼事都好 保險公司不會 亦不可以再附加條件 醫療保險除了長期業務之外 亦都有些是屬於一般保險 除了我們個人可以買一些 一般保險類的醫療保險外 還有一些團體醫療保險 都屬於一般保險 團體醫療保險 通常是公司給你的福利 也是的 通常一般保險 就會在合約上 講明會不會重新核保 今時今日通常都不用 核保一次就夠了 有些以前的單 或者是團體醫療 就會隔一段時間 可能一年需要核保一次 但是現在都很少這些單 一般保險本身的醫療保險 無需要重新核保 是因為合約條款 所以要大家看清楚合約 另外團體醫療保險的特點 通常是團體 以及在職的醫療保險 如果你去到60歲或65歲 退休的時候 一般就會離開計劃 即是你是一個組織 在公司的計劃裏面的一個組織 你60或65歲退休的時候 基本上你一定要離開這個計劃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離開這個計劃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把你已經有的保障 帶下去 退休之後自己買一份呢 因為我退休之後 只是60歲而已 但我起碼90歲才死 那過30年呢 如果60歲才買 那就問題大了 60歲重新買 就要重新核保 重新核保 你未必能補到 現在做事做了60歲 都已經五六七箱了 到時才核保 未必能核保 那怎麼辦呢 所以很多的團體醫療 其實有一個條款可以容許 那個組織 退休之後 自己帶一份保障走 其實這些是個別合約的 不是一般性的 所以要看看公司本身 是否賠償 買這類東西 以及保障公司本身 有沒有可以提供才行呢 好了 三類不同的保障 其實大家最關心 就是保費 一般保障的醫療保障 其實都不錯 保費都會便宜些 甚至乎 因為它是一般保障的關係 它可以打折給你 它會覺得便宜些 如果你買開人壽保障 有長期業務 在下面加份 醫療保障的合約 屬於長期業務 只是核保一次多 如果你公司有團體醫療 提供給你的 你真的要回去看看 它可不可以讓你帶走 即是離職的時候 或者是你退休的時候 那個醫療保障 會不會可以自己帶走 就繼續下去 不需要重新核保 如果不行的話 也不要緊 如果不行的話 因為市面上有很多 叫做TOP UP PLAN TOP UP保障的意思 即是在現有的醫療保障上面 特別是團體醫療保障 會有一部分 那部分就是 賠完醫療保障 我有些大件事 要花20萬 團體醫療保障 只賠了10萬 10萬以上那部分 去到200萬的醫療保障 就由自己那份去賠 這個保障可能是第10萬 或者是第15萬開始 所以保費會便宜很多 那你就不需要太介意 說回工 還未退休 又買了一份保險 為了避免退休之後病 沒得買 那就預先買定 但會不會買多了一份 便會貴了 你可以買一份TOP UP TOP UP 在你健康的時候 都要核保 預先買了 預先買了 那份就只是TOP UP 所以保費很便宜 便宜到不得了 到你退休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份TOP UP的保險 因為已經核保了 就變成有底下 就由一元開始賠 一般保險的優勢 當然是便宜 簡單 如果你是很多時候 都是expect來香港 或者是過兩年 他都去外國讀書 不回來了 就跟他買一份一般保險 但如果你說長期在香港 或者你已經有一份 長期業務的計劃 例如是人獸 或者是危疾 那你都應該是買一份 長期業務的醫療保險 有些醫療保險 都是屬於長期業務的 它本身就是一個基本計劃 那些是屬於高級一點 高檔一點的醫療計劃 通常每年的保障額 可以去到一千萬以上 有些去到四、五千萬 還有記住 醫療保險本身的保障期 通常是一生的 或者是一百歲 兩隻有少許分別 一百歲的意思就是一百歲 一百歲夠鐘 就停止保障 一生的意思就是 你有多長命 就保幾長命 只要你願意給保費 其實醫療保險的保費 很多時候都有一個上限 即是某個年稅之後 就不會再提升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我一直給這個保費 給到九十歲 還要給保費 還要幾十萬一個月 直接比較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四十歲左右 我們買一般保險的醫療 那個費用大概是 看看不同的級數 有大房 有私家房 四千至萬多元之間 如果你想買長期業務的醫療保險 有些平民化少少都有 也有些是非常大媽打 一輩子人可以 5千萬港幣都有 保費由幾千元 三幾千元 到四五萬元都有 自願醫保的好處 自願醫保的好處有很多 因為它本身就是政府的計劃 它均一化所有的保障範圍 大家都知道 無論是員工、客人、醫生 大家都知道 很清楚保障範圍是什麼 保費有三千多元至七千多元 不是不同公司不同的保費 而是有自願醫保基本計劃 也有自願醫保的靈活計劃 有些人覺得基本計劃不夠 我想好一點、豪華一點 我通常都住私家房 我自己家一個人睡覺都是私家房 那就買好一點 是有的 一樣可以扣稅 保費會貴一點 如果三者比較 一般保險、長期業務和自願醫保 一般保險的好處便便宜 但正大方便 還有很多時候不用怎麼驗身 要核保、要填表格 但不是怎麼驗身的 長期業務都是核保一次 而且中心不會再核保 是在你的人壽或危機計劃底下的附加合約 如果它是勁抽的 大MASA Plan 它可以是一個獨立計劃 還有它是全球的售保 那個計劃一定比自願醫保更好 至願醫保的好處是它本身的風險池大 你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今天是2020年 2019年它推出了 2019年推出 20年之後呢 20年之後 你還會不會記得其他的醫療計劃 20年之後可能大家只記得自願醫保 因為可以退稅 這個很明顯 一聽見退稅 就覺得 退稅 要不要香港政府 就不理會那個計劃本身 以及大家熟悉這個計劃之後 其他計劃就越來越陌生 這個計劃參與的人數越來越多 其實風險池大了 有一個好處 萬一中間有病人有大病 claim了很多錢 對風險池的影響是很小的 因為風險池大 可能到時已經有超過一百萬人買同一個計劃 而其他計劃呢 有可能逐漸淡出 幾十年以後 幾十年都還有人買 如果幾十年內 那個計劃買的人越來越少 人會死 人會老 只剩下你和我兩個買同一個計劃 現在講一百年後 你的保費可能會提升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買哪一種醫療保險呢 大家就要詳細考慮自己的年稅 健康情況 打算怎樣用 問回你的理財顧問 我在這裡建議大家問多些 第三部份 就是講到最近的武漢肺炎 或者叫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這個病 英文人喜歡說COVID-19 好有趣 這個詞 像一個咖啡名 講到這個病 我有少少擔心 擔心什麼呢 擔心到最終 全世界人都會感染到這個病 成為一個地球人 必定會有機會接觸到這個病 跟我們早兩次看到的數據 可以分析到 其實那個感染的速度是非常之快 基本上你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完全隔絕到它 擴散其他地方 是世界問題 那就是大件事 如果你和我都感染到這個病 那就有機會 個個都要Claim保險 好像雙風感冒一樣 所以剛才所說的問題 Claim完保險之後 會不會再重新加保費 就變得非常真實 當然 剛才的答案就是 其實你Claim完一次保險 就不會影響你以後 Claim保險的理賠 或者是保費 我有這個憂慮 就是因為看到 我上次沒有介紹過 我自己也有統計一下這些感染率 從這個感染率到發覺 那個RNOC 仍然是高達4 一路統計到最近這些人 就開始減了 降到1.8 1.8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每一個週期感染的人 是比起他復原 或者死亡的人 是多1.8倍的 這個數字如果少於1 就代表出現拐點 大陸喜歡說這個拐點 拐點意思就是說 他仍然有病的人 的人數開始減低了 大家會懷疑大陸的數字有多真呢 我以前都知道 我對數字都很多研究 因為我以前做國經濟師 對中國數字的問題 特別多關心 因為我以前是專門搞中國經濟研究 中國的經濟數據 問題出現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經濟的統計法規 所以就執行得不嚴 法規很嚴 但是執行得不嚴 第二就是很多功利問題 功利的問題 令到大家覺得 即是Code the Book 開始製造的數字 令到自己得益 第三就是大家也知道 有正時需要 所以我們就很少 直接把統計數字 拿出來和其他的統計數字 實數比較 把它算一算 可能是做個增幅等等 這樣它比較實際 其實看一堆數字 有沒有人工製作 補助行跡 有很多方法 有些人是用邏輯方法 我相信大家都見很多 這陣子 特別是有關疫情 中國出來的數字 好像不太對 有些說騰訊有另一本數寶 有很多數字 有很多數字 你抄我我抄你 不想報真數上去 也有可能的 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大家只想報 一個漂亮的增長 或者放緩的速度 就不想把實數拿上去 要數實數 你也要找一個人 去數一個人 這也是個風險 所以在這麼特別困難 做統計 未必每個人都肯 很努力去做 如果我們要找一個數值 它是否真確 除了是從邏輯上 或者是 將它比較外國 即是一樣有病的人 那個治癒率 或者死亡率 去比較之外 還可以從那個 公佈出來的數字 即是第一個數值 本身的分佈 可以找到一個統計的關係 因為如果它是一個自然產生的數字 它會依純一個叫做本福特定率 一至九個數字 出現的機會率 並非平均 是一個特別的統計分佈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從 這些公佈的數字 每一個數字 的第一個數值 我給你看 比如這一些 這一些數字 每天都會看到 每一個數字 本身 將它拿出來 只要第一個數字 譬如說 140 就是1 555 就是5 728 就是7 拿157 這些數字出來 然後將它做一個統計 看看它的分佈 本身 是否符合 本福特定率 這種方法 其實在美國的 會計界都已經成為一個慣常的做法 因為你知道美國的招呼書 或者是年報 會這麼厚的 你怎樣去逐個數字去檢查它呢 就是用電腦 就是用這個統計模式 將所有的數字 是所有 除了項目之外 所有數字 都放進這個模型 看看數字的分佈 從統計上 看看它有沒有輔助痕跡 那麼 那個Nord Hypothesis 基本的假定 就是它們有出估 就是說 它實際的分佈 和本福特的分佈 是不一樣 然後看看有沒有冤枉它 那出來的統計數據 就是一個 Kai Square的統計數據 看看這個數字的可能性 如果冤枉它的機會率有多高 如果冤枉它的機會率 是少於5% 那就是沒有冤枉你了 就是這樣 你想想 如果你做數字的話 你會不會這麼乖 這麼聽話 做一出來就做三成 做九出來就做5% 你沒有這麼巧的 通常你說 上級叫我死少些人 100變成50 1變成5% 1出現的機會率就小很多 5出現的機會率就忽然多很多 或者本來是999 不如不太好 不如666算數 9出現的機會率又少了 譬如已經上千了 1100多 不太好看 不如900多算數 連續三天都900多 9出現的次數 分佈上就會比統計上預期的高 這些東西 全部都可以在統計上找出來 我們就用這堆中國的數字 放進本福特的模型裏面 做統計 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不是很多日 有問題 基本上都是符合本福特模型的分佈 同樣的定律 我已經試過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 每個票站的得票數字 我都檢查過 因為你知道去年區議會的結果都挺誇張 檢查過都好像沒有什麼苦作痕跡 沒有人中票症 這是正常的 所以根據我們這樣研究之後 就發現有幾天特別有問題 第一天當然有問題的就是13號 13號就是他們改變了確診定義 標準改變了 所以就令到大家忽然間 由四萬多變成六萬 一天之內的確診數字 多了萬多 一天之內多了五成 很誇張 當然有些人都說 會不會 其實之前做得太小 基數一次過增加更高 大家以後會更高 也有人說這個數字 因為增加了確診數字 令到死亡率降低了 如果用我的方法計算死亡率 其實就沒有影響 因為我計算七天前的一個週期 就是今天死亡率的總數 和七天前 即週期之前的總確診人數 比較 我的數字沒有受影響 有好處就是 我當日計算出來的RNOP都沒有受影響 但是十三日出現這個特別的情況 有可能有人說他準備復工 因為正月十五 正月十五 大家想快點復工 如果不是都不行 這個其實都對的 因為我上次說過 如果你全民作戰 所有人都會被措施吃光 全民藏不出來 沒錯 沒有人傳染給你 但是沒有生產 一樣餓死 所以應該有一個百分比的人 是要復工 有一個百分比的人 是要認真地向疫情作戰的 我上次說的 那個百分比就是 兩成的人 要做一個專業的醫護人員 在那個區域裡面 是負責專業的醫療的 兩成的人一點都不少 但是要專業 另外那八成就可以復工 如果在武漢 市裡面應該有二百萬的醫療部隊 少過這個數字 或者醫療部隊本身不夠專業 即是他自己走出去幫人的時候 感染的機會還要高一點 那就不如不要做 接著去到那幾天都沒有什麼問題 數字直至到18、19日 即是早兩天 忽然間 冤枉他的機會率 又跌到只有零點幾% 今天也是 19日也是 換句話說 這兩天的數字開始 有一個人手的操作 難保 接著一兩天 會忽然間 肌數又是 忽然間增大了 可能又說是 確診標準改變 18、19日當然很重要 因為人大要決定是否開會 現在可能不開會 應該就對疫情是有幫助的 另外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現在其實不是說 有沒有機會成為pandemic 全球感染 而是那個全球感染幾時發生 如果那個r-lock 永遠都是在異議上 其實只會越來越多人受感染 情況就好像1918年至20年的西班牙流感 不過不要再叫人西班牙流感 跟西班牙沒有關係 因為叫做甲型流感 為什麼呢 因為西班牙流感 其實是在美國發生的 剛剛時直在打一次世界大戰 時直世界大戰 那群美國大戰就照樣出發 有些帶著病的就去到歐洲作戰 染到歐洲的盟友 英法等等 很多士兵都是因為流感死的 其實當時一次世界大戰 因為流感死的士兵 比起戰死沙場更加多 當時因為政治壓倒一切 不是呀 不報疫情 打仗 英法好像沒事 唯獨沒有打仗的西班牙 又有報告 大家都錯覺覺得 這件事會不會是西班牙發生的 西班牙的國王 方素十三世 都好多 當時流感是很嚴重的 全世界十幾二十億人 裏面有五億人 是感染到的 沒辦法 因為那些士兵 打完仗就回鄉下 自己感染到病 不知道回鄉下之後 感染到全鄉下的人 都有流感 當時由歐洲 一直到亞洲 中國 全部都有類似的疫情出現 全世界十幾二十億人 當時應該是十七億人 有五億人染過這個病 而其中 據稱死亡的可能是五千至一億 還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流感到現在都未消失 這個就是所謂H1N1 甲型流感 今天我們仍然有 不同的地方 就在於我們已經有 有效的疫苗 好一點 死亡的機會就低很多 但是這個疫症 是從來沒有消失過的 好了 說到今年就有趣了 今年有一件事叫做奧運會 就在日本 東京奧運會 如果在東京奧運會 又是人流密集 好像打仗一樣 全世界各國的人都來了 東京參加過奧運會 包括有感染的人 互相感染之下 大家經常回家 回家之後 死了 就變成全世界都感染了 大家不要叫武漢肺炎 叫做東京奧運肺炎 就行了 這個只是開玩笑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這個疫情 極有可能 令到全世界人 無可避免都會有病 但是你要在夜 是遲些才有病 要保護自己 因為就算我有病 如果我今天有病 因為沒有藥醫 我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如果我遲些才有病 令到有藥醫之後才感染的話 生存率很明顯是高很多的 如果你今天感染到HN1 西班牙流感 你的死亡率絕對不會是 100年前的10% 你有疫苗有效的抗病毒藥 所以即使我們沒有能力令到病消失 我們都要盡量令到自己前些才感染 我們生存的機會高很多 現在個人的防疫和清潔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我們病是難以避免 但是我們都要盡量緩緩這個過程 令到這件事遲些才發生 我們經過SARS的訓練之後 其實我們的防疫意識比任何地方都高很多 所以就算有病 遲些才病 等到有藥醫 還有記得要盡早買保險 這個病一定會回來 我們有機會再接觸到它 但到時我們必須有保險和藥醫 這樣我們就可以醒醒目目地度過這個疫情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和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訓練給大家看 謝謝